昨天有传出说好像党中央有考虑进驻猴团队 那甚至传出说主席有考虑接进总的主委 那洪梦凯委员也大力的在养 那主席您自己有这个意愿吗 我们跟猴团队是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大家也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见碰插针或制造矛盾 那我们一定是全力的支持我们党平民的候选人 完全整合在一起 不管是党中央或地方党部或者是智库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一定是全力的来支持完全的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作为党主席就像总教练一样 所有该做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那至于未来 未来我们竞选总部怎么样是组织架构 我们一定会跟候选人 我们的主要的这些候选人 还有我们所有团队大家一同讨论 然后只要对我们选战有帮助的 我们都可以来做 那现阶段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来 把队伍整队好 更多的优秀的人才来加入这个团队 让我们整个不管在媒体 在网路在文宣或在策略上面 有更多优秀的人才 我们都是欢迎来加入 邱毅说接管全务工作室创佛的第一项 当主席 如果这是一个电影情节的话 我们尊重编剧所有的编剧 但是跟事实是完全不符 主席想问一下 就是昨天晚上有两家媒体都报道说 就是主席的团队跟猴团队有爆发口角 为了整合郭台铭跟韩国前市长 今天早上国民党有发澄清 想问一下主席可以帮我们还原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都已经去相关都查证过了 这只能用八个字形容 叫做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对于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我们如果再不出来澄清 就会让很多的这些 见缝插针者 很多造谣者再次得诊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不断的隐忍 不断的呼吁 希望大家不要再恶意造谣 不要再凭空捏造 事实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如果凭空捏造恶意造谣 得力的是谁 我们相信这中间 一定要不断的努力 把这样的造谣者 我们现在不是需要照浪者 我们是要把造谣者一定要找出来 请解释